有一个品牌呢 它是这么说 我们的作品不属于任何既定类别 不仅仅是一枚万表 或者是一枚珠宝 而是开创第三类别的独特真品 你能猜出说这话的是哪个品牌吗 珠宵宇奇迹三界了 在这个场馆里有一个皇帝位 今年这个皇帝位 大家看了吗 也难怪啊 珠宝商的皇帝 皇帝的珠宝商 所以卡地亚在这里呢 理所应当 第三类独特真品 这就是一个代表 这是卡地亚的 Clash Unlimited 你说它是珠宝呢 你说它是万表呢 它是兼人有制的 这是它独特之处啊 大家看轮廓上 它是一个手镯 这个手镯的链条呢 它是由一个一个 几何形状的链接组成的 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表径 是16面切割的表径 介于珠宝和手表之间 有钟表的功能 但是又有强烈的珠宝特色 除了几何形状的 这个链接造型以外 它还有巴黎方钉啊 还有这个圆珠啊 它是用一种 专门为卡地亚准备的 一种紫色的合金做的 叫紫金 珍珠多俗 紫金的珍珠才厉害 巴黎方钉是一个 很有象征意义的东西 如果你经常去巴黎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建筑物上 它的装饰上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 很标志型的巴黎方钉 所以这是一个 很法国味 很巴黎化的一个设计 材质嘛 就是传统的K金 加上卡地亚 特别定制的紫金 不同的造型 是瑞宝尔切割的表定 让这个真的成为 所谓的独特真品 做了那么多珠宝万表 回归一下专业 大家知道万表流行力 是专门的填输接提器的 那么这款表上 有什么接提器的内容呢 如果你看过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应该记得 我们在讲卡地亚呢 它是方表的一个先驱 这款Tank Nohama 顾名思义啊 就是最初代的坦克万表 它的灵感来自 一战时期的坦克的 腐式的造型啊 这是无人机视角下的 雷诺坦克的轮廓 说专业怎么能离开机心呢 主持我们节目内容 应该还记得 我们讲过满仓机心 这款就是满仓机心 这个满仓机心呢 你从正面 从背面都可以 很容易地识别到啊 但是呢 除了它满仓以外 它还有一个镂空机心 我们说镂空呢 有几种啊 有一种叫骨架镂空 有一种叫手工雕刻镂空 这款它属于骨架镂空 但是它不是为了镂空而镂空 它是把建筑结构和镂空 结合在表盘上 这个镂空的骨架呢 它实际上有重要的功能 比如说它形成了一个分钟轨道啊 形成了罗马字的小时刻度啊 所以它这个镂空呢 既有建筑又有空间 这是一个很高妙的设计 从功能上这款表 表盘上下是两种颜色 这是无形中起到了一个 24小时昼夜显示的功能 没错 这是一款24小时显示的腕表 它的正午12点 是在我们传统的12点位置上 它的午夜12点呢 在这个位置上 通过表盘的明暗变化 就可以很直观地表现出 昼夜的分别 我们说珠宝商的皇帝 皇帝的珠宝商 作为法国的高级制表品牌 它的设计 有一个很强烈的外部识别特征 你们看这个表冠 通常是会有突圆形宝石装饰的 为了美 为了舒适的佩戴 为了显好 为了显贵 随便你这么说吧 像了突圆宝石的这个表冠 像不像王冠上的那个 看了这款表 你一定会问 我们这不是钟表与奇迹 2023的新品介绍吗 难道这款也是产生这个问题 说明对卡蒂亚还是很了解的 这款表我隆隆介绍一下 它属于卡蒂亚的叫古董珍藏系列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卡蒂亚有另外一个系列 叫做捡藏系列 它把历史很重要的 很具有力 成为意义的表 都收藏起来形成一个系列 当这个系列里出现了更加珍贵 更加重要 更加有历史价值的款式的时候 有些表款就会被替换出来 替换出来以后 卡蒂亚很负责很认真的进行了检修 进行了维护 进行了登记 然后如果你是卡蒂亚的藏家 你就有机会收集到这种经典的历史款式 就叫古董珍藏系列 这是你买到卡蒂亚古董珍藏系列的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机会 不要错过了 要知道这些系列都会享受卡蒂亚的一切售后 这是一个确定性很强的安全的收藏行为 这个系列大家知道哈萨82年代的款式 其实它最早是给一个贵族定制的 当初的定制方案是给客人定制的一款 具有运动性能的设计 所谓的运动性能 无非就是跟水上运动有关的运动了 所以这款表它具有一份防水能力 我们看看卡蒂亚的设计师是怎么解决防水 这个表冠是防水表冠 它有一个机构 通过它转环的锁紧 它就可以有效地把这个表冠实现密封 达到了防水目的 这个锁紧机构还带了一个连接部件 非常的elemental 视觉上很有效果 就好像高级时装上 风衣上军服上加的一粒扭厚 或者一个帕 按说的话定制的款式 它是不允许对公众发售的 但是今天就发售了 而且形成了一个卡蒂亚特别受欢迎的 一个系列哈萨 哈萨的外部实际特征我介绍过 它主要是一个非常法罗式的设计 非常漂亮的设计 非常超越性别的设计 就是让男生看了想戴女生戴的会更美 它造型实际上 咱们用接地区的说法 就是它采用了一个 是某种印象 也是整体式造型的一个设计原理 比如说它的中突标耳 就是相当于表壳 像表链的一个整体性过度 美感它的颜值都来自这个设计 跟大多数卡蒂亚的表款一样 它的表冠上照样有突圆宝石的这个装饰 这个珠宝商的皇帝 皇帝珠宝商一贯的特点 很少有品牌像卡地亚这样具有悠久的造型船舶 这是坦克的一个变种 坦克有很多种 有我们刚才说的Normale 还有中国坦克 法国坦克很流行的 欧洲里面特别喜欢法国坦克 这款是美国坦克 直观上看它更细长一些 但是这款坦克的另外一个亮点是它的链带 这个链带的特点叫Imeo 什么意思呢 它是这个独立的链接 具有闪闪发光 Bling bling的这个效果 而且它的佩戴特别的舒适 特别贴适 因为链接比较细腻 所以它BN就比较贴皮肤 带出来的舒服 所以光泽打磨细腻的链接 功能决定了它的美感 就冲这个链带相赚我也爱 这个古董珍藏系列可以很复杂 比如说这款表能看出表盘上 能识别出来 经典的复杂功能就是万年粒 在12点方向 甚至还有一个很大的月向窗口 它还是自动上显的 从机型背面可以看见 摆驼都是K金的 而且是雕花摆驼 从专业角度来讲 卡迪亚完全可以驾驭高复杂功能 这款表也是可以买的 这款表我就不拿出来了 搁里边转着的话 更能表现这个表的实力 我们知道卡迪亚有几个圆形表 的系列 你想到的圆形是什么 我估计大概率是蓝气球 蓝气球是卡迪亚最年轻的圆形表 之前还有HOME的 刚刚我们介绍过的PASHA 都属于圆形的 这个系列它为什么要一个圆形表格 还有一个也是卡迪亚的独门秘技 神秘指针 所以这两个独门秘技结合在一起 我问你一下 所谓这个机型当摆驼的设计 你在别的品牌见过吗 还有这个神秘指针 这个神秘指针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 很早就已经被卡迪亚用在一个钟上了 这款表是最能表现卡迪亚制表记忆的作品 这三件作品都是卡迪亚的代表作之一 这三件作品里都有卡迪亚的标志性的独门秘技 就是神秘指针 比如说中间这个神秘钟 神秘钟你看它的指针 好像是在表盆中央悬浮着 这个是在1949年就有的这个神秘钟了 其他两个作品基本上也都是差不多在那个年代 指针好像都悬浮在一个 蓝宝石水晶的表盘之上 这个是卡迪亚的独门秘技之一 这些东西都被继承发扬在它的最新款的作品里 但刘老师 这个神秘钟它是怎么悬浮在这儿的呢 这个悬浮是你看到的效果 它的原理实际上利用了蓝宝石镜片本身 作为驱动装置的那么一个设计 我们的机械机构隐藏在刻字圈之后了 然后齿轮 传动 它驱动的是蓝宝石的一些东西 蓝宝石当然你看不见了 所以你看到的效果就是指针悬浮在那里 你发现没有 所有的神秘钟 神秘表 它的周边都有一些不透明的部分 是啊 这种精华是什么 说起大师工艺 卡迪亚是属于少有的 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的大师工艺 保留和发展最好的品牌之一 我们耳熟能详的法郎 金雕 包括西木镶嵌 马赛克 这东西都是由这些品牌来挖掘整理 并让它延续下来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新颖的工艺 叫银箔法郎 这个作品里它的造型元素是用金银箔 它的上色是法郎 金银箔它是悬浮在法郎中的 它跟法郎一起勾勒出一个 微妙微笑的猎豹造型 所以看卡迪亚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 风格艺术 制表技艺 创意艺术和大师技艺 像这些法郎啊 什么西木镶嵌啊 这些东西都是卡迪亚特别擅长的 而且是常常是非常独有的一些大师技艺 风格艺术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它开创了很多万表的造型风格 我们最耳熟能详就是这个三都市万表 它开创了方表的造型 比如说Crash 异形表 这些东西呢都是卡迪亚作为一个 皇帝的珠宝山所擅长的 至于说制表技艺 比如说三都市 镂空表上 还有这个Tank Nochmal 表上表现出的这些复杂功能啊 时间显示方式啊 古董珍藏系列里边那个Pasha 那个万年利的功能啊 都体现了卡迪亚在制表技艺上的建树 针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呢 我们再做一些深入的报道 所以看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 有什么问题 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 我们一定在后面的节目里 满足你的要求